好 過去在國際社會上面都形容巴勒斯坦 就像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 而現在這個露天監獄已經變成了 全世界最大的人間煉獄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加薩走廊 我們剛剛提到的阿拉伯醫院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的確是以色列原本宣布 可能是要轟炸的區域 就是北加薩這邊 那乙軍的發言人也講說 現在拜登要到訪 但是也不會推遲他們加薩的地面行動 因為他說哈馬斯是需要被摧毀的 這是我們的軍事目標 他相信拜登也是這麼支持 因為拜登也說要擊敗哈馬斯 所以他們講的就是 仍然沒有退讓的意思 那現在目前面臨到的就是 以色列如果進來加薩北部地方 你看到下面盤根錯節的 就是所謂的加薩地鐵 不是真的道路上的地鐵 是以色列把這些地下的迷宮般的隧道 形容這個哈馬斯蓋的叫做加薩地鐵 那目前掌握到的一些數據 就是說它延伸在一片大概只有41公里長 10公里寬的地下 也就是加薩走廊的這個土地的寬度 土地的面積 那這些隧道是建在地下混凝土屏障的下方 也就是說這個屏障上布滿了很多先進的反隧道檢測傳感器 以色列人想要感測到這底下的狀況是沒那麼簡單的 所以接下來可能以色列以巴會在這一邊 再發生更激烈的這種巷戰也好 或者是地下戰也好 那我們看看現在以色列很急這個加薩地道網 那我們也看到一些相關的報導指出說 它現在就是要重點打擊加薩城下方的這個隧道網路 也就是加薩地鐵 來削弱哈馬斯的軍事勢力 那以色列甚至還用追蹤的方式 現在掌握到加薩所有的手機數據 作為這個軍事行動提供線索 所以有大概超過100萬部的加薩手機 他們會隨時監控 那說是為了減少平民的傷亡 但是一旦他們檢測到說 這邊有一些軍事的人也在這邊的話 會不會做出一些誤判呢 這也會引發一些相關的討論 那現在目前以軍的發言人說 正在為下一階段的戰爭預作準備 但是沒有具體說明他們打算怎麼做 但是他們現在俘虜到的哈馬斯的一些人呢 他們有一種特殊的酷刑曝光 我們來聽一下 好 我們看他們說這種酷刑 就是讓他們反覆聽八個小時以色列的兒歌 就是用一種讓他們情緒崩潰的方式 來逼使這些哈馬斯的俘虜 可能要交代出一些內容 所以這是以色列這邊官方所公佈出來的一個畫面 那再來我們看看另外一個讓大家覺得有點鼻酸的事情 以色列不是給予加薩北部的一些民眾說 你24小時要從加薩北部離開往南遷移嗎 結果昨天他們轟炸了加薩南部 讓人家覺得說你是不是要不給人家一條活路 所以你看以色列看似留了拉法口岸這條活路 也就這個地方連接埃及的拉法活路 但是昨天卻以色列軍轟炸了拉法市 此舉等於是讓難民根本沒有辦法往拉法走 而且剛走到這邊的難民就有些人就被炸死了 那CNN的一些記者還帶著妻兒逃亡 還錄下了整段逃亡路 他們本來是逃去了飯店 結果飯店被就是被炸毀 然後他們又趕快就逃出來 他說不知道自己能去哪裡 加薩全境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那我們也看到聯合國巴勒斯坦的代表 講了一個非常心酸的話 我們來聽一下 Today, our children are writing their names on their palms in order to be recognized once the bombs hit their homes. Our men are digging mass graves to bury the identified and the unidentified. Our women are cleaning the burns on their bodies with regular soap because hospitals run out of antiseptics. 然后另外一个 我看到在CNN上面的报导 这一个老奶奶 她其实就是被哈马斯 给带走的 这个俘虏之一 然后她的女儿 接受CNN的访问的时候 她有说到 哈马斯绑架了我的母亲 但是我谴责对于加萨的破坏 她甚至痛骂了纳坦雅虎 她说怎么会是 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也让整个以色列 是不是都陷于 什么不人道的 这样的一个纷争当中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现在目前尾巴冲突 肖兹又跑去了 这个以色列 她说警告伊朗 不要卷入战争 但是他们的代表团 准备要离开以色列的时候 竟然有这样 推特上面流传一个画面 就是被这个警报吓到 然后全部包含了消失 代表团成员 全部通通趴在地上 另外苏纳克也说 本周也要去以色列 还不止如此 泽伦斯基也说要去 但是被以色列拒绝了 那我们看现在目前 古特雷斯就联合国秘书长讲说 哈马斯的攻击 不能成为集体惩罚的理由 要求要立刻人道停火 那连欧洲的议员华莱士 我们常常会放他的一个讲话 他还讲说 这个欧盟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巴勒斯坦的人命不重要吗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说 我們在給予以亞洲的卡拉克 為不論如何攻擊加州的國家 為了國際的公民法律 和國際的公民法律 都能夠尊重任在所有的情況下 如果英國失去支持聯合法律 我們會有更多巴勒斯坦的女人和孩子 在我們手上的血汗 好 所以越來越多的人 是現在開始呼籲要人道 包含了普丁現在去到了中國大陸 跟習近平碰面 可能即將要進行習普會 也預計會討論尾巴戰爭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杰老師 我們現在很多討論都放在就是說 以色列是不是要地面進攻 其實地面進攻 進不進攻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我覺得 就是說現在的這種攻擊方式 它是以最現代的武器 大量的殺傷力的 然後精準的這種空中 這種還有地面的火箭攻擊 對這個熟寸鐵的巴勒斯坦在加薩走廊的民眾 進行無差別式的轟擊 所以就是說事實上的話 我們講昨天的這一場醫院被炸 這個就是一場 這個英文的定義這叫什麼 這就是大屠殺 Massacre 整個現在對加薩走廊的200萬以上的巴勒斯坦人的話 從國際法定義就是一場 這叫什麼 這叫種族滅絕 基本上無差結的殺戮 而且這種殺戮方式 事實上的話 就是一個最高科技 最高水準的這種武器 在消滅一群手無寸鐵的人 而且更過分的是沒水沒電 沒糧食 沒有藥 而且到目前為止 還不准任何這些東西進去 你知道 他是說現在在拉法 埃及的關口 你知道到現在卡在那邊 埃及說 你先讓我把人道物資救援物資送進 送進這加薩 我就會讓人出來 以色列不行 你要人放出來 然後你的人道物資才能出進去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以色列沒有鬆口 現在就是裡面沒水沒電 沒食物 沒藥品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講到那個醫院 我們講到那個大屠殺的話 美國的一個網站 一個軍事專家 他說從那個炸彈爆炸的那個聲音 跟他的爆炸方式 他說是一個現代化精準炸彈 他說哈馬斯的都是土製炸彈 他要十幾顆才能把那個醫院炸掉 一次把一個醫院炸垮 一顆炸彈把一個醫院炸垮 這種飛彈他已經研判出來了 只有以色列和美國有這種炸彈 好 來問一下院老師 我強調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 我這裡面 因為整個加薩就220萬人 地方很小 大概就是大安區 或是說是加上中陣區這麼大 監測的手機100多萬台 你看那個摩薩德有多厲害 基本上已經知道哈馬斯 哪個人還留在加薩 藏在哪裡 所以他要進去裡面打仗的時候 不會有坦克車 因為大家都看過戰爭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 坦克車是不可能在一片瓦莉中激行 一個個的活作 然後公開處決 公開處決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就當場就擊斃 要把整個加薩德哈馬斯完全清除掉 但是我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為什麼住在加薩德巴勒斯坦人 跟哈馬斯是很難區分的 因為仇恨太深了 有一個媽媽她兩個小孩都死掉 她講說我要繼續生 生出來的話全部做這種自由鬥事 那還得了啊 她在講了什麼 所以說這是第一點 大家要了解 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真的是不願意講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有人會講說 哈馬斯什麼地道啊 又是什麼地鐵 它叫Gasa Metro Metro意思就是自己臉上貼金了 它那個基本上 以色列的連手機都監控得這麼厲害了 他難道搞這個地道 地道前後一悶 然後水一灌火一燒 對不對 基本上也很慘 哪有辦法跟他對付 因為你要了解 我們這次看到了 等於是以色列會把美國最新型的武器拿出來 就是說美國有什麼武器 他給別人都是小力小氣的 但對以色列大方得很 美國為什麼對以色列這麼大方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以色列可以開口跟美國要錢 美國很少是不滿足 都是給五毛要一塊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 都是要買賣武器不給你 對不對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差別待遇 這個歷史的背景大家也非常清楚 所以說這個事情本身很慘的原因是有原因 然後對第三點最重要的 我覺得華勒斯他講的話很對 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是整個 哇塞 我還花了 我還花了十幾年在歐洲住 搞了個半天 騙子 真的是騙子 來問一下艦長 我們現在在加薩走廊跟以色列邊境 可以看到這一種重型的 重裝甲的推土機 這基本上來講 它除了我們一般看到的蟬斗 我們看這個好像是小小的 沒有 它三個人高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前面的蟬斗很大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它後面還有個住廚 它後面的住廚是什麼 它的後面就是我畫紅色框的這個住廚 最主要的目的 它是想來刨掉以色列的地道 但是有用嗎 沒用 為什麼 因為剛剛翟軒講到說 有關於它的加薩地鐵 它的深度是多少 30米 30公尺這麼深 這個你說小建範不要亂講 這是BBC 它自己的記者直接下去看是30公尺 剛剛有講到說 有關於它使用的彈藥 它使用的彈藥其實一般堅信 它所使用的可能是 GPU-28這種彈藥 這種彈藥事實上它如果打在水泥上 它只能夠穿透大概6公尺 那可是它如果打在泥土上 它可以穿透的距離大概就是100英尺 也就是30幾公尺 那也就是它這樣就可以了 它為什麼一定要進入陸戰呢 就是它要活捉哈馬斯的這些人 但是小建範有個問題想想 讓大家想一想 什麼樣的問題呢 也就是你現在可以掌控這100多 100萬個門號 也就是說你明明知道哈馬斯在哪裡 那為什麼你10月7號 你就沒有辦法掌握 你現在變得就可以掌握 這件事情是不是個陰謀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想一想 接下來我們看到現在美軍 所有的兵力都往這裡掉 那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就是這一個 福特號 因為它實際上它就在地中海 它直接的派到 加賀走廊西岸的地中海裡面 好 但是現在我們又看到了 它派艾森好好 但是又拉差了 那艾森好好 你派出去它不是可以馬上 它就可以馬上出港 並沒有 它又延遲了 代表什麼 美國海軍的那個軍力 並不像以往那個樣子 也就是你現在立刻派 它要做整補 它還要越過大西洋 那要多久的時間 我覺得真是最胖的